古今來了 這是被悟空發現他了 都是古董 哪裡是悟空的對手呢? 一下子就把他打散了 還是三十六去走為上策吧 還看, 走 師父回來了 開飯了 師父 為師撿了很多野果, 快拿去吃 多謝師父, 辛苦你了, 坐吧 悟空呢?悟空到了 大師兄說是保護你, 你沒看到他吧 好酸, 師父 這些水果這麼酸怎麼吃? 出家人耳不聞五身, 食不聞五味 在這個地方能找到吃的東西已經不錯了 你又何必斤計計較? 師父 也得挑熟一點的吃 古今, 一定要吃光了 還要留點給大師兄吃, 知道嗎? 知道 這麼酸多留點給大師兄吃 這麼大的盒怎麼吃? 話說白骨精心有不甘 趁著悟空國代就扮成村姑 來騙唐三藏了 這麼想 師父, 有人來了 請, 賀魁 娘, 你們怎麼吃? 她還是輩子 膽子真要在哪裡? 她怎麼吃死 她才會去哪裡? 這個祖母 她怎麼吃 叫白素素, 家中尚有爹跟娘 一家三口, 成心相佛 剛才小女子買了一點新鮮的蔬果 本應要拿回家侍奉爹娘的 既然借到三位大師, 就請三位大師想用 修得無理 姑娘, 這怎麼可以呢? 大師, 我家爹娘曾經發怨摘森 請大師想用這一點蔬果 還了小女子一家的心願 這樣, 師父, 你不要這樣吧 既然人家都發怨摘森了 那我們就吃人家的東西 人家不是很開心嗎?是不是? 那好吧 不要吃 妖怪… 不要在我面前演戲了 老宗五百年前大盜天宮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在哪裡呢?妖怪 看我怎麼扁你 修空 我不是, 大師, 我不是了 你修得無理 大師兄, 你不要誤會人家 這位姑娘是拿水果來給我們吃的 大師兄, 這位姑娘真的是個好人 師父, 你肉眼反彈看不出來 她是白骨精 大師兄, 你以為只有你有發言 你才會看嗎?我也有發言 不管怎麼說, 我也當過天盟元帥 我橫看樹看 我就覺得這位姑娘不是妖怪 悟空, 這位姑娘發言摘森 可謂菩薩心長 我不准你亂說話 說甚麼你都不會明白 打完了再說 你是不是連師父也想打 我要你馬上跟這位姑娘道歉 道歉?你有沒有跟這位妖怪道歉? 師兄, 你先別生氣 師父整天都叫我們不要殺生 這位姑娘就算是妖怪 她也是一隻好妖怪 還不過是她那水果給我們吃 有甚麼問題? 閉嘴 大師兄, 這位姑娘這麼好 你會不會看錯了? 這位姑娘就算是妖怪 她也是生理 我不准你傷害她 姑娘, 你放心 有貧僧在這裡 你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師父 你不是見她有幾分姿色 就動了反心 所以才會對她百般呵護 是嗎? 是的話呢, 你就開口 說給老孫聽 老孫即可幫你砍柴, 劈住 蓋建大巫 多殺警犀, 好讓你跟他澄清 我們也不要再到西爺取甚麼鬼經了 這樣好不好? 霍侯, 你竟然說出這種大逆不道之話 你... 師父, 你不要生氣 大師兄是無心的 師父... 師父... 大師兄, 你殺人 我沒有殺人, 我殺的是妖怪 師父, 我沒有騙你 不信你看 師父, 你不要相信她 她會法術, 她用障眼法騙你的 你說甚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 你殺了人, 怕師父罰你 所以你就把水果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說她是妖怪 師父 師父 不要再唸了, 大師兄他很痛苦 師父, 你就原諒大師兄, 師父 師父, 你就原諒大師兄, 師父 師父... 大師兄... 你幹甚麼? 我想扶你起來 我自己不會起來 你知不知錯? 知甚麼錯? 我沒錯 你簡直是無藥可救 師父, 自從我拜你為師 跟你上路取經 哪一天我不是鞠躬盡瘁 刻盡弟子之道 你肚子餓我幫你劃圓 口渴我幫你打水 你摘不到水果 也是我給你打水 要不然怎麼會有池子從天上掉下來 你不分青紅照白就亂念幾個色 我現在不只頭痛 我的心更痛 師父, 你看他現在視寵而驕了 仗著幫你做了一點小事來就壓你 他現在是殺了人了 幫你做了一點小事又怎麼樣了? 殺了人就不用認錯了嗎? 話雖如此 但你殺了人始終是不對 殺人是不對 殺妖怪沒有錯吧? 我要是不殺他, 你死定了, 師父 人家明明是一位姑娘 你偏說人家是妖怪 為甚麼我們千辛萬苦要去西天取經 就是因為要輔度眾生, 拯救萬民 我佛慈悲為懷 你滿手是血腥, 濫殺無辜 如果你再不悔改 你就不配做我的徒弟 如果你再這麼悔悠 你就不配做我的師父 大膽, 我和你走 我以後必要再看到你 我不會走, 要走你們自己走 大師兄 師父, 這隻死猴子根本是野心難學 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自己上路吧 好, 姑娘 抱著這位姑娘, 走 大師兄 走 走 師父 師父, 悟空當日被押五指山下 整整五百個函數 風吹雨打, 全靠師父您救我出來 今日大恩未報, 悟空不可以離開師父 師父, 大師兄知道錯了 你原諒大師兄吧 師父, 悟空保證不會再亂殺人 如果你再不悔改 再濫殺無辜 為師就唸禁箍咒三百次 好, 如果悟空再濫殺無辜 就算師父唸五百次 徒兒也心甘情願 師父, 原來白骨精被悟空打得吐血了 相公 相公 師叔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受這麼重的傷 你打不過他們的 你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這樣等於送死 只要吃了唐增肉 我就可以變成血肉之軀 相公 我要變成一個真正正正的女人 為你生兒育女 人妖永別 你又何必這麼做 我求你不要再抓唐僧了 不要再作孽了 沒錯 我是妖, 你是人 天地萬物身為人所食 你妖怪呢? 人吃萬物就天經地義 我這麼做, 我有甚麼? 妖怪吃人 就作孽為禍 為甚麼上天這麼不公平 我哪有不對 你說, 我哪有不對 姑娘, 你往此此見 全是我大徒弟, 一時誤解而作此念 望你不念此過, 早等法到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悟空, 你答應為師的話, 一定要謹記 我們啟程 師父, 不如讓我把老馬掀過來 不需要, 我們一起走 啟程了, 啟程了 師父, 你看 師父, 你看 師父, 我們剛從上面下來, 就不快去找火了 還好你走得快 要不然的話, 二師兄就變成考書了 我怎麼也會燒起來呢? 對 有什麼好看的, 走了 啟程了, 師父 我知道了 大師兄, 你真是陰險 你說什麼, 四豬 平常你都是走得最快 今天你走得這麼慢 師父… 師父, 一定是大師兄心有不甘 用法律放火燒了人家的墳 我上輩子跟你有什麼仇 你怎麼整天… 悟空, 我只是說實話 你到底有沒有做過? 沒有, 真的沒有… 師父, 現在天氣這麼乾燥 就算樹林燒起來也很平常 如果他真的是妖怪 我不收他, 老天也會收他 悟空, 你記住 如果你再胡作非為 為師一定不會原諒你 一定不會原諒你 師父, 等我 孫悟空這隻死猴子 法力高強又有火眼金金 不管本夫人如何移行換法 始終瞞不過他的眼睛 啟稟夫人 孫悟空的法力高強 實在不一立地, 只依智取 智取? 那兩位有什麼計策? 夫人, 孫悟空性情剛烈暴躁 極意衝動 他跟唐僧雖然名為師徒 實則野心難敘, 不亦蛰伏 原來他們師徒幾個人並不合 白骨精這次可有辦法了 師父, 前面有一間茶寮 我們走了這麼久了 不如到茶寮去畫碗茶 讓我順便休息一下好不好? 是呀, 師父, 也可以讓龍馬吃草 是呀… 好吧, 那你們去吧 好…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你還沒死? 大師兄, 我們幾個全都是出家人 因為要去西天取經, 路經此地 現在是又渴又餓 所以想跟你畫幾碗熱茶來喝喝 如果能有幾個包子那就更好了 大師, 小夫人一家幸福, 發願宅僧 大師, 請隨便坐, 我馬上杯茶 真是謝謝這位師主 大師兄, 為甚麼你們坐下? 坐, 當然坐 你們老孫在這兒 看他能耍出甚麼花樣來 悟空, 休得無理 各位大師, 請用茶 謝謝…師父來 師父, 這茶好香, 趁熱喝吧 這種茉莉花茶是用白家祖傳的秘方炮製的 大師請用茶 大師, 怎麼你也姓白? 是啊, 大師 小夫人夫家姓白 這裡的村民各個都叫我白大婶 白大婶, 你家裡有些甚麼人呢? 老天爺也算是對我不薄了 晚年還賜了個女兒給我 他不只賢良、淑德還非常孝順 每天這個時候 他都會去市集買些新鮮的蔬果給我吃 怎麼今天都這個時候了 還不回來呢? 白大婶, 那你的女兒今天幾歲? 剛滿十八歲 這裡的人都稱讚他是人見人愛的 糟了, 這麼巧 是的話那就不用再等了 大師, 您說甚麼? 沒有…沒有 我再幫你加點茶 好…謝謝 我們一家三口相約為命 我真是沒用 眼睛不好, 耳朵又濃 我相公前幾年上山採藥 也不幸摔傷 現在他的腳不良於行 幸好有這個女兒照顧我們 要不然呢, 還真是淒涼 師父 會不會真的是… 真是作孽 謝謝 大師 謝謝 這位大師為甚麼悶悶不樂 我師父他慈悲為懷 聽見你的身世這麼可憐 亦是感慨罷了 顧著說話我都忘了 幾位大師遠道而來 肚子想必一定餓了 讓我進去蒸幾個饅頭出來給你們吃 悟空, 你闖下了滔天大禍 你殺了人家女兒 現在人家的娘在等她回來 我看你怎麼跟人家交代 師父, 世間同名同心的人這麼多 那個人不一定是他的女兒 如果是 我老四一人做事一人當 讓我去過個明白 悟空 妖怪, 你瞞得過師父 瞞不過我老孫的火眼金金 果然不愧為齊天大勝 你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孫悟空 你難道忘了你答應過你的師父 不再濫殺無辜嗎? 你師父現在在外面, 你敢殺我? 四猴子, 我也不怕老實告訴你 我已經磨好了刀, 煮好了水 準備吃糖松肉了 大師, 救命 大師, 救命 大師 別跑 站住 你還要打死人家娘 你殺人滅口 你殺了我的女兒 大師, 你還我一個公道 我的女兒好孝順 他殺死我的女兒 哪天我死了誰來替我送中個大師 你還我一個公道, 大師 過彌陀佛 我徒弟他一時誤會將你女兒殺害 貧村實在管教無法 罪過, 罪過 你殺了我的女兒 你殺了我的女兒 你把女兒還給我 大師, 大師, 大師 大師, 你不要難過 大師, 你把女兒還給我 大師, 你把女兒還給我 大師, 你把女兒還給我 你殺了我可怕 師父, 師父 趕快把我殺了 你把我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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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有什麼不敢 大師兄, 大師兄 師父, 師父 不要再唸了 已經三百次了, 師父 已經三百次了 不過大師兄剛剛也說過了 如果他再殺人的話 就要師父唸五百次才行 這時間還沒到了 二師兄 師父, 夠了 有五百次了, 師父 不要再唸了, 師父 過來, 師父 大師兄, 你沒事吧 大師兄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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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叫我師父 你屢勸不開 你我師徒緣分已盡 你走吧 你聽我解釋 師父, 大師兄絕對不會兩手空空就走 我們就把他的行李拿給他算了 師父 師父, 你聽大師兄解釋 師父 師父 我跟他無冤無仇 就算我是野性難尋 我也不會隨便大開殺戒 更何況我已經答應過師父 又怎麼會明知故犯呢 師父, 大師兄說得有道理 師父 他殺了人當然會替自己狡辯 你不要相信他 你不要再多說 為師心意已決 你走吧 師父 我已經歸一沙門 當了你的徒弟 還帶上了金剛窟 你叫我怎麼回去 如果我們師徒緣分已盡 你幫我念松姑咒 金剛窟從事還給你 當日觀音大師只教我錦孤咒 並沒有教我松姑咒 這就證明我們師徒的緣分還沒有盡 恨求師父收回成命 原諒悟空一次, 最後一次 師父, 大師兄這一路上想要有功 你就原諒他一次吧 師父, 悟空現在對天發誓 如果我不是誠心歸以我佛 保護你上西天取經 我甘願受天打雷疲 五雷轟敵, 死無全屍 生生世世勇斗輪迴 大師兄, 你可別亂說 很靈驗的 師父, 不要趕我走 我真的不敢了 師父, 就算大師兄殺人 也是因為怕妖怪加害於你 一時不小心看錯了 阿彌陀佛 人妖之別只是一念之間 就算他真的是妖魔鬼怪 只要他一心向善 妖怪一樣可以成佛 所謂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你既然有悔改之心 為師就再原諒你一次 但你要馬上葬了這位大師 不是在他墳前磕一百個響頭 再念一百次往生咒 是, 師父, 悟空受教 師父…你看前面那裡有燈火 走運了…師父, 今天晚上可有地方借宿了 不用睡山裡了 師父, 我們過去好不好 走運了…走…快走, 來 師父… 甚麼事要悟空 這間屋子妖氣沖天, 我怕有… 大師兄 你是不是又想說裡頭有妖怪 別傻了, 大師兄 你武功高強, 法力又高 妖怪聽到你的名字早就跑光了 還會在這裡等你嗎? 大師兄 這裡幫援樹裡人機罕見 如果我們儘管不在這裡借宿 就要露宿荒野了 可是今天天氣這麼冷 我怕要是露宿, 師父會感染風寒 這樣吧, 讓徒兒先去看看裡面的情形再說 好不好, 師父 悟空, 你生氣衝動 我也是怕你又再生事端 無敬, 就由你去看看清楚再做決定 師父 我們是過路的, 有人在嗎? 師父 師弟怎麼樣?裡面有沒有人? 裡面沒有人 不過我有看到一些佛經 還有一些神像 我想這家人應該也是信佛的 師父, 那就不用怕了 人家既然拜佛, 一定不會是妖怪 話不這麼說 這屋子既然沒有人 我們隨便闖進去 也是與理不合 師父, 看這裡燈火通明 可能是主人剛好離開一會兒 這裡天寒地冷 萬一你要是冷病了 我們也擔當不起 我看不如我們進去休息一下 齊齊暖好不好? 好 那好吧, 我們先進去再做打算 不過你們一定要規規矩矩 知道了, 師父 你去告我 走… 走… 師父, 小心 來, 小心 阿彌陀佛 西方路上果然家家相佛 互互行善, 善哉善哉 師父…好了… 原來這家人是吃斋的 很適合我們 修得無禮 大師兄, 我想這裡一定不會有妖怪 一定有 我已經說過了有 只是你們不相信 師父, 我們這次可糟了 甚麼事情大驚小怪的 這次我們真是冤家路窄自投羅網 師父, 你看看 白門堂上, 這家人姓白 二十一, 難道… 不用難道了, 我看根本就是 這家人姓白 桌子上有三副碗筷 那位大姑娘不是說她一家三口嗎? 對 還有…那位大嬸不是也說… 還有…那位大嬸不是也說她有個老公嗎? 對… 糟了…這裡一定是他們的家 糟了… 師父, 怎麼辦呢? 師父, 怎麼辦呢? 我們…我們殺人家的妻兒 不如我們快走吧 對… 怎麼可以一走了之呢? 你們幾位是… 我們是出家人路過此地, 想要借宿一宿 不過現在不見了, 我們還要趕路呢 現在已經是深夜了 外面天寒地凍, 夜路難行 何不在此, 住上一宿 我們一家三口曾經發怨摘僧 如果各位大師在這裡離世 可算是我白家之福 厲害, 真是厲害 這位大師, 你說甚麼? 老婆… 其實… 大師, 您別客氣了 我已經備好了摘飯 我娘子跟女兒一會兒就回來了 怎麼這麼晚了還沒回來呢? 真讓人擔心 我看你就不用再等了 一宿, 七的一宿, 你不要再演戲了 悟空 請受貧僧一拜 師父 大師, 請起 如此大力我承受不起 事到如今, 貧僧也不能再隱瞞事實 是我徒弟, 他一時衝動 措手殺害你妻兒 貧僧交道無方 甘願任憑老婆處罰 他殺了我妻子女兒 老婆, 人死不能復生 貧僧甘願一命償還 你們…你殺了我妻子女兒 娘子, 乖女兒, 你們不能死 你們死了留下我一個人 你說我有多痛苦, 我不活… 老婆… 師父, 他暈過去了 馬上扶他回房休息 好… 都是大師兄不好, 真是… 師父, 他明明就是妻兒 你殺害人家的妻兒 竟然無動於衷, 謀你為出家人 你相信我一次, 好不好? 我以後再也不會相信你了 小心…把被子給他蓋上 把被子蓋上, 招糧就麻煩了 真是的… 師父… 師父 你要不要再舊一二三 多寇 你怎麼? 你怎麼能吃? 你怎麼會想吃? 你怎麼這麼重要 filho 這場火也放火 悟空, 你幹甚麼? 是不是想打算這位老婆你才高興 師父,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再說了 你已經闖下滔天大禍, 你還不回看 作為殺人長命, 欠債還錢 等這位老婆洗了之後 為師自會做出一個交代, 你先出去吧 我不出去, 我得來這邊保護師父 保護甚麼?師父都叫你出去 你就快點出去吧 師兄 看來他就討厭了 你不要亂說話 你們不要再吵了, 全都給我出去 師父 我叫你們通通出去 糟了, 糟了 大師兄, 現在怎麼辦? 我們殺他妻兒 這個老婆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這次真慘了 照我說, 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殺了這個老婆 讓他們一家三口在黃泉路上有個伴 反正大師兄最會殺人滅口了 二師兄, 這樣不行了 師父不是常常教我們掃地恐傷樓一命 如果我們做出這種傷領害理的事 聽你不容嗎? 不行?那你說怎麼辦? 不知道 師父 那老婆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他要是報了官 官府一定來抓我們 抓什麼沒關係? 可是大師兄一定不肯 到那時候打起來 大師兄的武功這麼好 那些反夫俗子哪是他的對手 我看只怕死的人更多, 是不是? 不可以, 不可以, 怎麼辦? 這麼辦, 老大 不如我們現在偷偷地溜走 好…師兄, 就師父一起走 想到了 你們來這裡保護師父 一不也不准離開 要不然我不會放過你們 大師兄… 不用叫了 為什麼? 這隻死猴子一定是做罪心虛 丟下我們不管, 自己溜了 大師兄他絕對不是這種人 甚麼不是這種人 你一看就知道他陰險 頭髮長得滿臉都是 四大金剛, 速度見身 參見大師 不知大師呼喚小臣所為何事? 老孫陪同唐森上路取親 甚至半路上遇到一隻白骨精 他三番兩次陷害老孫 現在我要上天廷去借照耀劑 讓他五手遁刑 大師, 不知小臣如何 才能助你一倍之力? 我老孫怕兩個師弟不是白骨精的對手 希望你們能夠保護我師父 直到我拿到照耀劑為主 四大金剛答應了悟空的要求 下凡保護唐三藏 但是他們竟然上了豬八戒的身 他現在是充滿力量了 師兄, 甚麼事? 師弟 甚麼? 我覺得突然間好像全身發燙 你不舒服 你不舒服 我好像充滿了無窮的力量 師兄 原來如來佛祖曾經說過 一定要由他們幾個徒弟 親自保護唐三藏取經 不可假手於人 所以四大金剛 沒有利用豬八戒的身體 來保護唐三藏 這樣才不非違反了遊戲的規則 不可 師兄 來過兩招 不要, 師兄 不要 不要 來嘛, 師兄, 你別跑 來呀, 別跑 不要 好, 大神爺 遵見大神爺 巨靈神 好久不見, 為何如此多利 大神爺, 大人有大量 往事就不要再提了 老孫早就不記得了 行 好了, 無所謂無事 巨靈神 大神爺, 你不建議蹲下來一點嗎? 好, 先… 所以無事不登三寶殿 今天老孫上來是要跟你借招妖禁用的 大神爺, 你不是奉了觀音娘娘的意志 保護唐三去取經 為什麼上來借招妖禁呢? 就是取經途中 讓白骨精三番兩次的戲弄 今天老孫上來跟你借招妖禁 讓他無所遁形 好, 大神爺保護唐三有責 小神義不容辭, 來, 請 這麼大塊, 能不能先試試? 可以, 請 這是什麼? 大神爺, 這個就是你的真身 你乃極天地靈性之大乘 威力無窮, 根本不作為奇 這麼大塊, 真大塊 靠你了 大戒, 出來幫忙 你不要跑, 來 大戒, 你到沒有? 大師兄回來了 回來得正好 讓我跟大師兄過兩招 小神爺, 給我打你 大師兄不容辨 這什麼? 我的正妖禁 什麼禁? 你是不是真的要我打你兩棍? 賜肥豬 我... 這回悟空想起來了 這回悟空想起來了 四大禎哥, 給我出來 住手 你們兩個本屬同盟 為何一定要自相殘殺呢? 師父…老伯拉雄人自盡了, 師父 老伯, 你不要這樣 我大師兄他不是有心殺你妻兒的 老伯, 你沒事吧?老伯 你們為什麼要救我? 他已經殺了我的娘子和我的乖女 剩下我一個糟老頭有什麼用? 麻煩你們心情好地成全我 讓我兩圈殘生吧, 讓我死 老伯, 你何必這樣? 你聽我說, 龍蕊上姐偷生 老伯 老伯, 你不要這樣 讓我死 貧神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 你不要這樣 交代有什麼用? 我兩個的乖女兒都已經死了 就讓我死了, 跟他們團聚吧 不要阻止我了, 讓我死了 師父…千錯萬錯 都錯得我徒弟一時濫殺無辜 老伯, 老伯, 還不快過來 跪下給老伯道歉 要我死, 我不想活 老伯… 老伯, 我來殺我 你有沒事就過來殺我 你來殺我 殺我, 你來殺我 悟空終於中計了 你殺我, 爹子無罪 爹子無罪 你殺我, 你不想活 你殺我 你殺我 我殺你 你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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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招逼 你殺我 你殺我 老婆, 敏寸罪孽深重害死倪家三口 實在萬死難辭, 愧背如賴 師父, 人是我殺的, 我甘願受罰 就算師父唸一千次一萬次錦箍咒 悟空也絕不求饒 我以後不會再唸錦箍咒了 我也不再是你的師父, 你走吧 不要, 師父, 你怎麼處罰我都可以 你不要趕我走 師父, 你就原諒大師兄這次, 師父 師父 你們不用再求我了, 為事心意已決 我唐三藏沒有你這種徒弟, 你走吧 師父 所謂事不過三 我孫悟空頂天綠地 不至於厚顏無恥, 賴得不走 但是我問心無愧, 可朝日月 大師兄, 你再求求師父 天下無不散之厭邪, 你也不要太難過了 日後千山萬水為難重重 你一定要盡心盡力保護師父 如果有甚麼妖怪阻攔師父的話 你就說老孫是他的大徒弟 此方妖怪聽到我老孫的名號 絕對不敢過於加害 我知道, 師兄 豬八戒他為人居心樸測, 喜歡挑撥離間 你要小心點 好 師父 自從你救我出五指山 我們收八戒得撒生 今日鳥盡攻殘, 吐死狗盆 我怕我走了之後, 你們會為難重重 到時候撒生八戒救不了你 你想起老孫, 就念己無咒 老孫在十萬八千里之外 依然會痛徹心扉 我依然會趕來見師父 到時候我們師徒之情分, 依然會激 你又何必趕我走了 師父, 你受回成命嗎?師父 為師立下誓願永不與你相見 若有違約, 甘願打入十八層地獄 永不超生 師父 陳紅葡萄恩賜, 總算要跟你一場 雖然今天伴徒而非 但師父不敢忘 請上悟空一拜, 義姊爺 你身心凶殘, 我一時不會受你的禮 師父 悟空怎麼樣? 悟空終於離開取經大隊了 豬八戒會不會當老大呢? 而唐三藏還能不能順利取經呢? 而唐三藏還能不能順利取經大隊 而唐三藏還能不能順利取經大隊 而唐三藏還能不能順利取經大隊